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议题 就是我们在阿里云 对于这个Apaq 导臉 Scheduler 做出的一些探索和实践 那我将从以下这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会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 就是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Apaq 导臉 Scheduler 和我们阿里云的这个 EMR Flow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 分别是这个应用性 以及这个稳定性 还有可扣展性 这三个方面分别具体地来做这个介绍 那首先第一个是Apaq 导臉 Scheduler 就是我们知道最近也是国内比较火的 这样一个开源的一个大数据调度的一个项目 或者说是这样一个数据编排的这样一个项目 它的一个设计思想 或者说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可以通过这种低代码的方式 去高效地去创建这个工作流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Apaq 导臉 Scheduler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应用性 就是它可以提供这个全流程的这种可视化的deck操作 包括你这个数据开发的这个创建这个工作流 可以去通过这种拖拉拽的方式去 这个去来那个拖拽这个节点 任务节点包括任务的配置 以及这个工作流的这个编排 都是可以通过这种低代码的方式去创建的 第二点呢是它的非常的易于部署 它提供了多种的部署方式 包括你这种自己这种Standalone的模式 用于去快速的测试 以及这种用于生产的集群模式 或者说K8S的部署等等 第二点呢是这个稳定性 那Dolphin Scheduler的一个设计思想呢 其实就是这个通过这种分布式的多Master 多Worker的结构去做这样一个架构设计 去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思想呢 去解决去提高一种 提供一种更高的稳定性 同时呢也通过一种容错的机制 去在节点发生异常的时候 去做这样一种快速的恢复 那第三点是这个可扩展性 就是Dolphin Scheduler 它提供一种这种线性的 这种调度能力的一个增长 它可以随着集群的规模 去线性的增长它的调度能力 同时呢它也提供这种 自定义的这种任务类型 去给你一种更高的可定制性 以及可扩展性 那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 我们阿里云的这个EMR Workflow 那EMR Workflow呢 实际上是这样一种 serverless的和拳头管的 这种工作流的调度服务 它是对这个 它是对这个 Apache Dolphin Scheduler 是完全兼容的 那为什么选择 阿里云EMR Workflow呢 或者说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点 这个易用性方面 因为EMR Workflow 它实际上是依托于 我们阿里云的EMR的产品的 所以就是说 它提供了一系列的这种 开箱即用的 非常丰富的这个 大数据的计算和存储的引擎 包括像Hive Spark以及Flink等等 那同时呢 它也提供了这种 非常方便使用的 这个数据开发的一个体验 那第二点呢 是这个稳定性 稳定性方面呢 因为阿里云EMR Workflow 实际上是依托了 我们阿里云 这个极致的这个 serverless的一个 底座设施 所以呢 它提供更稳定 以及更 这个可信的 这样一个能力 同时呢 我们还计划会在 开源的 导费schedule的 那个容错机制上 提供一种更加 优雅的一种容错方式 来提供更高的 这个稳定性 那第三点呢 是这个可过产性方面 我们同样呢 提供了这个 调度资源的动态的 去伸缩 同时呢 我们也会 对这个 计算资源 这个计算资源 实际上是我们的 EMR的极群资源 可以 我们按需的去 创建和销毁 对 那接下来 我就从这三个方面 去具体的 去展开介绍 那首先 第一点是这个 应用性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 就是 Apache导费schedule的 一个工作流的 一个编辑的 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它呢 实际上是提供了 一种 就是我们讲 是一种拖拉拽的方式 去构建这个工作流 就比方说 我们要 这个工作流 我们想增加一个 效节点 我们直接去 把这个节点 拖出来 然后去填写 我们效的脚本参数 然后再去 根据我们的 编排关系 去 对应的去 这个创建节点之间的连线 来编排这个工作流 就可以了 那它实际上 跟这个 我们另外开源 这个 比较火的 这个调度项目 Airflow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设计思想上的一个区别 那Airflow呢 它是通过这种 Python 去通过代码的方式 去定义这个Workflow的 那实际上 这两种方式 我个人认为 肯定是各有优势的 主要是看你的 这个使用场景 那这种 低代码的 或者说 使用门槛比较低的 这种 可视化的 这个操作呢 我觉得 对于 如果说你的用户 并不是程序员 它可能 会更加适合 以及更加 易于上手的 对 然后 第二个呢 就是 当我们在编辑一个 任务节点的时候 它呢 实际上也是 会 尽量的去降低 我们的这样一个代码的使用呢 就是我们说 通过这种 low code的方式 去编辑这个任务 我这里举了个例子 就是比方说 这个Spark任务 那Spark任务 它 如果我们自己去开发的话 我们可能会 会怎么样 我们可能会 自己写这个Spark 什么面的脚本 对吧 但是 DS呢 它是通过这种 图形化的配置 就是 比方说 你可以 选择这个 Driver的 Course 以及Memory 或者说 你去写你的 这个 去这个选择 你的使用的架包 等等 就是通过这种 界面上的配置 去来 编辑你的任务 同时呢 Dolphin Scheduler 也提供这种 全流程的 可视化操作 就是包括你这个 工作流 调度上线之后 你的监控的信息 以及 说你的这个 监控的 告警的配置 等等 它都是通过这种 界面的 可视化的操作 去让你更加的 去易于使用的 第二个就是 它非常 刚刚讲的 非常易于部署 就是 它提供了 这么一些的 部署方式 首先 就包括你这个 自己测试用的 Standalone模式 以及 Docker Compose 让你通过这种 Compose的方式 非常方便地 拉起 你的这个 各个组件的服务 以及 这个Cluster模式 和这个 KBIS模式 这两个模式 就相对来说 比较适合生产部署 当然它也提供了 这个Helm的定义 以及这个 这个运维的 脚本 去让你非常方便地去部署 那EMR Workflow 实际上也做了很多 在应用性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首先 第一点就是 我们的EMR Workflow 它实际上跟我们阿里云的 EMR产品是紧密相关的 那EMR简单来讲 就是用户可以在我们阿里云上去 买一个Hydrope集群 或者说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你的计算资源 那这个EMR集群 就是它提供了这种非常丰富的 开箱集用的 这个大数计算和存储的引擎 对 然后我们的EMR Workflow呢 通过这种资源组的方式 去跟你的EMR集群 去做一个绑定和关联 相当于用户可以通过EMR Workflow 去开发你的大数据的任务 然后去做你的调度 以及运维的管理 那这里 就是我们EMR Workflow 实际上在这个数据开发的体验上 实际上做了很多工作 那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实际上 在这个数据开发的最小单位上 这个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开源的Dolphin Scheduler 实际上 它是以这个工作流为 这个调度的这个最小单位的 就是工作流是一切的核心 就是你即使说你创建一个任务 你同时你得先创建一个工作流 才能去创建你的节点 但是我们实际在坐下来发现 就是很多时候 用户会问 就是说 我如果只是想测试一个任务 想调试一个任务 我还要先创建一个工作流 这样相对来说就比较繁琐 因为它涉及到工作流的这个编辑 以及你工作流的上限 还有包括最终如果你想调试 因为调试的话 会有很多这种修改的操作 实际上你工作流要频繁地上下限 要频繁地保存 这个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 所以我们这里 Yamaflow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任务 作为这个一等公民去看待 就是我们可以独立地去创建这样一个任务 独立地去编辑和调试它 当你这个调试的 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才可以继续地去 把这个任务 可以在你的工作流的 代的途中去进行引用 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在Yamaflow实际上是叫手动任务 就是你可以独立地去创建它 然后这个截图你也可以看到 当你比方说以校为例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创建一个校任务 同时你只要写它的校脚本 就可以进行快速地调试和验证 然后再继续后面的流程 同时呢我们在Duffin Scheduler的基础上 也提供了这个目录的组织和管理 就是当你的工作流很多的时候 或者说任务很多的时候 你可能希望通过一种组织 通过一种目录的组织方式去管理它 让它的结构更加清晰 那第三点呢 我们也提供了这种 更易于交互的这个形式 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调度的开关 去非常明显地帮助用户去 加一个工作流去调度上线 或者调度下线 同时呢我们也对于这个操作 去图形化 图标的操作 去做了一个直接的一个文字展示 并且把这个一些非高频的操作 进行了一个折叠 这一步都是让用户可以有一个 更顺滑的一个数据开发的一个体验 此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个 工作空间的一个管理 就是用户使用这个Emile Flow的时候 可以在可以通过这个工作空间 去对这个成员组织进行管理 每个工作空间下都有两种角色 一个是管理员 还有一种就是数据开发的 这个Develop 就是通过这种角色来去进行 这样一个权限的划分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 Stability 就是这个稳定性 那稳定性方面呢 这个Dolphin Scheduler呢 它刚刚讲到就是通过这种 去中心化的思想去做 它的一个架构设计的 从这个架构图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首先最上层肯定是它的这个API层 就是对外提供这个Restful Deco的 然后Master和Worker就是它们两个 是两个核心的用于这个调度和任务执行的 这样一个组件 那在DS的架构里面 Master和Worker都是这种分布式部署的 它们会通过这个ZooKeeper去做这个分布式协调 那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架构呢 它可以在这个单点故障 或者说单机故障的情况下呢 去做快 通过DS的容错机制去做这种快速的恢复 我这里就是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讲一下DS的这个容错机制 就是假设说目前有三个Master 分别是A B C 那在某一个时刻可能Master B这个当机了 那由于这个Master A和Master C 就是另外的Master呢 它都是在实时地去监听这个ZK的事件的 当它监听到这个Master B这个节点remove了 或者说这个节点down了 它会去抢占一个锁 那谁抢占到这个锁呢 谁就去对这个当机的这个Master B 去做一个容错处理 这个容错处理具体来说就是说 它会把这个Master B上原本在运行的那些工作流 的那些工作流拿到 那些信息拿到之后去做一个容错处理 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把这些工作流去进行一个重好 对 然后我们的EAMO Flow实际上在这个容错机制上 可能它的使用场景上会稍有一切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计算任务在大部分情况下呢 是跑在这个EAMO集群上的 或者说可以理解为是跑在一个远端上的 所以呢我们会通过这样一种更优雅的容错处理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个异步的方式去把这个任务提交到EAMO集群 同时呢我们也会去 这个相当于这个原本的Worker就会周期性的去获取这个任务的执行状态 那这个时候如果Master或者Worker当机了之后 它实际上是不会影响远端的正在执行的任务的 我们在容错处理的时候也不会对这个任务进行重跑 我们在容错恢复之后直接去进行的去获取这个任务的状态 继续执行后面的流程 对最后一个是这个可扩展性 那可扩展性方面呢 DS也是提供了这样一种线性可扩展的一个能力 就是随着这个集群的规模或者说你Master和Worker的节点的规模 去做这样一个线性的这个调度能力的增长 同时呢DS也提供一种动态的上下线机制 就是在你这个DS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呢 你也可以去动态的去增添或者说删除你的Master和Worker 那我们的阿里云EAMO Flow呢 实际上也是做了类似的能力 那这个我在EAMO Flow呢 实际上是这个Resource Group 就是调度资源组 我们是支持这个动态的扩缩容的 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一种 这种计算资源的这种动态的创建和销毁 就是说因为我们用户呢 实际上是任务是跑在EAMO集群上嘛 但是这个时候用户可能大部分场景 在调度这样一种场景 可能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它都没有在跑任务 那这个时候EAMO集群实际上是这个资源就是被浪费了的 那所以我们就提供一种能力 就是当你在调度工作流的时候 去动态的去创建这个EAMO集群 同时在你跑完这个工作流之后呢 再去把这个计算资源也就是你的EAMO集群去动态的销毁掉 那这个场景实际上就是更适用于这种存散分离的场景 并且也可以进一步的去节省这个用户的成本 对 以上就是我对于Apache Dolphin Scheduler和EAMO workflow 在这个应用性 稳定性和可扩展性三方面的一个介绍 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看到Dolphin Scheduler和EAMO workflow呢 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相信在这个大数据调度领域呢 未来Dolphin Scheduler和Workflow也会做出更多的工作 有着更活跃的社区 更庞大的用户群体 演进出更好的产品 对 谢谢大家 我的演讲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交流 现场的小伙伴有没有关于这个Workflow有疑问的 EAMO这个 就是那个Dolphin和那个Workflow 就是如果说要把那个Dolphin牵到你们的那个Workflow上面 是完全兼容的是吗 它是这样 目前就是我们在接口层面是做了这个 是保持这个兼容的 然后但是呢它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差别 就是因为首先这个DS它提供了非常多的任务类型嘛 因为是这个开源生态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Workflow它的任务类型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我们只提供了一些主流的这个任务类型 所以在这方面迁移可能它就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就是那个大部分的任务它是就是能够比较平滑的牵上来的 为什么问这个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Dolphin1 如果说要把那个Dolphin1的任务牵到那个Dolphin3上面 其实这个Dolphin它自己之间的这个跨版本升级 其实就应该就也是很麻烦的 对对就是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你那边就是对这个 就是对Dolphin1和Dolphin3就是这种Dolphin不同版本之间的这个迁移 有做处理吗还是 是这样就是Workflow呢 它实际上还是跟社区的这个三点差的这个版本是做是做兼容的 然后如果说是社区的更早的版本的话 目前Workflow是没有做相应的处理的 哦 好 好的 因为咱们现场的小伙伴是比较少的 老师你好 我是张静 我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这个调度流的话 它是不是就在不同的任务时间依赖 它除了任务依赖这种有没有数据版本的依赖这种能力啊 比如说我可能不纯粹的靠DegID这种依赖 我可能会去靠数据里面 比如说某一个数据员前七天的数据就绪了 然后就可以处罚这种数据上的依赖关系 这个据我了解目前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因为我们EMM Flow的这个依赖 其实主要还是基于这个开源的这个dependent节点 去做这种任务级别或者工作流级别的这个依赖的 OK 因为有一些实际的一些生产里面 它除了纯的数据 纯粹的数据那个任务依赖以外 也会有一些数据依赖的一些需求 OK 那后面有这方面的规划吗 就是 您是问那个开源还是 开源的 开源的是吧 开源的我理解就是 如果说您是从 有这样一个诉求 其实可以 因为我们开源都是开放的嘛 社区都是开放的 其实您可以欢迎 也欢迎几个issue上来 然后社区一块讨论 对 讨论下来如果说有助的价值 肯定是 包括你自己贡献 或者说我们 社区有小伙伴愿意贡献 其实 这方面也都是非常开放的 对 还有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比如说 假设我用了这种 调读流的模式以后 我希望有一些比较复杂的 历史链路的一个回溯 然后可能我希望 并行地去回溯一些历史链路 现在是支持的吗 历史链路的回溯 就是您方面举个例子嘛 我可能没有太盖得到 对 补数链路 然后并行补数这种需求 对 好 待会就这些问题 感谢 对 像刚才说的那个 数据依赖这块 其实可以提个医求 因为我们 像我们的商业板 已经支持了 这个如果大家 开源需求比较多的话 我们也可以从商业板那边 放到开源里边 支持数据库文件消息的 这个数据的出发 这个调度 行 看大家 现场还有疑问吗 好 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那个任务 在那个切换的过程中 就是断电切换的过程中 不是以流的形式去 那个在跑的吗 对吧 那你另外一个任务 起来的时候 是从流的 最开始那个流 开始去把任务接上 还是说从断的那个地方 把它接上 您是指那个容错处理那一块 对 容错处理那一块 它是这样 就是已经执行成功了 它是不会再重跑的 它相当于 比方说你一个流 比方说执行到一半 然后它这个发生故障 从那个进行容错了 它是从那个 当时正在执行的 那个节点 开始进行重跑 那会有那种 数据重复的情况吗 或者是数据丢失的情况有吗 因为它这个重跑 相当于就是 不是这个 精确的 那个精确一次吗 就是你这个任务 它是会先把它杀掉 然后再重跑 相当于这个 这个节点 它是可能会存在 这个重复的问题 重复运行的问题 那就是那个消费的那个消费端 去保证它的数据 最重要的支持 对 好 谢谢 行 还有问题吗 因为咱们现场人也少 然后 程鑫也讲的 讲的速度 二十分钟就讲完了 讲的非常的快 那 那非常感谢 程鑫老师的这个 精彩的分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对对对 行 非常感谢 大家来个掌声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